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1月31日 也就是说这个月是最后的一天了 那么今天看到海外的多美网的报道消息 说是九位露面的原国务院的总理温家宝 忽然现身了 不过这次重新出现 是在1月29日 不是说他去拜访别人 是坐在家里有人就送上门来 就说去拜访这个文家宝 就帝职学院的这个党委书记 和这个校长院长 再加上有一位总科院的院士等等 那么这个书记叫马俊杰 校长叫邓军 从这点可以推断 就是文家宝目前虽然海外上有很多议论 对他这些家族腐败的力 进行批评 甚至有的预测 他将下一次 下一步将可能遭到整肃 但是现在看来 至少从目前 还是安全 没什么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中共官场 这些官员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也就是说在这个非常激烈的 党内的斗争当中 大部分这些官员都练就了一身本领 什么本领呢 就是火眼金睛 就特别敏感 如果看到有一个人 即将倒台了 就看他 好像这个不太合常理 这些人都是非常敏感的 有些信息还是比较灵通的 虽然是帝职学院 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一个 这样一个重要的位置 但是能干到这个院长书记这个官职 他肯定也是在官场方方面面 都有一些哥们弟兄 经常在一起吃吃饭 打打牌 聊聊天 最重要谈听的消息 就是哪些人能够 这个未来的虔诚怎么样 那对于这个温家宝来讲 当然没什么未来的政治虔诚 只要保证 这个平安着陆之后 不必遭到这个整肃 追溯以往 这个算总账 这应该讲就是万幸 对中共高过来讲 所以说这个地质学院和校长 当然他是以这个校庆 在多少周年 这纪念活动为借口 实际上还是显示 你说温家宝目前比较安全 那么这些 这过去他曾经联系过的 和他有点关系 这样的一些脑都不下去看的 这一点还是可以看出 就是说网络上有些传说 未必准确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也表明啊 就是说现在温家宝 这很少出门了 就是说他这种 接待下级 接待过去的老同事 老下级 这个老朋友 这个老的校友 不是说他主动去找人家 而是人家上 那又表明什么呢 这个他对这个中共 目前这个全力恒新的一些 新的班子 有习近平为首的团队 就文家宝还是支持 肯定 他也不到处乱走 也不到处乱讲 那肯定是 不会惹麻烦 这似乎也显示了 目前温家宝的一种 这个晚年的 夕阳红的一种 这个生涯 这个状况 我们知道 温家宝在中共这个 这个官场上 是一个 另类人物 就很少这样 就是说 他本身来讲 不管怎么样 在他这个时政过程当中 还是留下很多 令人难忘的一些 这个形象 这些形象 一个是我认为 这个正面的形象 就是他本身 在历次的地震 洪水 等这些大的 自然灾害面前 只要一发生 就能看到 这个文家宝 他就非常 这个脆弱的 他叫肾曲 一个非常 很小的身影 好像风一吹就倒了 但是他一直 还挺坚强 不怕死 不怕苦 能深入 这个第一线 和这些抗争救灾的 老百姓 和官员 就战斗在一起 这一点 给人们留下 极其深刻的印象 不论是 你贬低 温家宝也好 还是这个 这个 吹捧温家宝也好 冷静地想一想 一个人退休之后 留在老百姓 心目当中的画面 已经不多了 也就是像他这样 有些老百姓 还怀念他 特别是当一些 自然灾害来临的时候 再重新发生 像地震 洪水这样 突发事件的时候 可能有 现在某些官员 我认为 可能还不如 这个温家宝 勇敢 坚强 这个实死如归 在这点上 这点是 我们撇开是 政治期间 也撇开那些 党派的争议 就是说温家宝 他是有些东西 这个非常的 给人非常温馨的 这样一个 回忆的形象 这是一个 另外呢 温家宝这个任期 和胡锦涛 当然胡锦涛支持他 那个是取消了 农业税 这个对农民来讲 这个也是 历史上渐渐 也值得这个 称赞的 此外的温家宝 还有一个举动 我认为他在 这个有的 有些场合 还能比较 委婉的 这个是 谈论 就是说言论自由 这个言者无罪 我们知道 在这个 刘晓国派行 那个时期 我记得 当时温家宝 借这个接待 就接见 这个国务院参事 给他们授予证书 这个机会 也是委婉的 表达了 对文字欲的 不同意见 或许那个时候 这个周敏康的 势力非常强身 那肯定 搞成言论自由 这把打压 也非常的激烈 那么党内 或许有些争议 温家宝还是 这个比较包装 他不主张 对这个支持分子 文人进行 延迟 所以这也说不定 这都很难讲 那当然 温家宝的负面新闻 这个我想 相信更不用讲了 网络上有很多 你打开这个网络 点击温家宝的名字 可以这样讲吗 有很多消息 这个篇幅都很长 英文的 中文都有 揭露他的家族 特别是他儿子 搞的这些生意 这方面是毋庸置疑的 不用怀疑 就是温家宝 这个家族 我相信 可能是 很可能是 参与了这些腐败问题 我们知道 温家宝的儿子 温云松 搞的新天狱 这个公司 还有其他的一些 等等公司 我就不及一列举 这个打开 这个网络都有很多 讲到他的家族 在这个腐败方面 也还是留下很多的瑕疵 记得 这个 纽约时报曾经 报道过温家宝家族的问题 当时我记得 温家宝的家人 好像还发了一个告示 就是郑总气势 说是要聘请律师 要和这个记者打官司 后来也不了了事 我估计可能底气不足 那温家宝到底 是不是像人们传说那样 就在推出这个政坛的时候 曾经在中共权力 这个核心层的一次会议上 据说是声力俱下 就讲到自己这个 对儿子家人的管教不足 留下瑕疵这个事情 这个都很难去 这个言说了 因为中共这种铁幕政治 很多内幕都不清楚 但是对于本人来讲 我认为最值得赞赏 就是温家宝在 薄西来 长大黑的年代 他持批评太多 而且最后 在干倒薄西来方面 温家宝在立下的汗马工作 对这个二次文革 长龙大黑 温家宝持有反对意见 特别温家宝提出 要对文化大革命 这个全土从来 要给予警惕这一点 我认为很值得 当时和现在 以及未来 所有的 这个中共的领导人 的一种警司 这一点可惜 有些人没有接受 这方面的教训 如果不进行 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成功 也不能保住 这些言论 我相信 温家宝讲出来 作为他一个 总共的 这样的一个体制内的 这样一个高官 国务院总理 仅次于 胡锦涛的权力 但是作为一个看家狗 没有红二代这个背景 没有红四代的 这个家独的那些 能干到现在这个成功 可以这样讲 也是为其求全 也是可以这样讲 上来 上到这个位置 也非常 这个不容易 既有保有别 我相信 这样来评价 但温家宝事故都是比较公正 正比这样 应该看 温家宝这个人 没有什么野心 恐怕也不敢惹事 大概我认为 之所以现在 就是说能够 这个可以公开的报道 就温家宝接待 这个地质学院的书记 院长 就反过来 从温家宝这个角度来讲 也就是说 似乎也显示 目前中共的 以习近平为首团队 也很 就是很在乎 就是当年 这个温家宝 胡锦涛 他们帮助习近平 拿下了 就不许来跟野心家 那么双方对 这方面的政治的联盟 好像 还是目前来讲 好像没有答对这个问题 或许是 这个 中共有关公文之所以 这个 可以允许公开报道 温家宝的消息 那么可能显示 似乎 下一步四中全会 就要召开了 由于为了排除 党内的一些干扰 一些阻力 要显示 新老伴子的团结 要显示 要自己阵容的强大 那当然 是不是 温家宝也是出来 试试试 等于这个方式 也是给自己的执政 增加一点 零距离 我认为 可能和这个 有关大的关系 因为 一般情况下 总共领导干部 在举办一些 重要的会议的时候 担心党内 这些反对派 会借 全会搞事 我们知道 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用着 王岐山主导 反复 大脑的派上 得罪了很多人 这个部级的领导干部 宗族物馆的干部 就得罪了四五百人 每个人都是个小群体 小团体 身边都为疲人 所以很多人 也是非常地有意见 包括一些 前朝的一些元老 过去是中央政治局 那些委员 甚至常委 甚至更高级 那么自然而然 受到了牵连 这个人都是自私的 你处击到的个人利益 可能过去还是 联盟和知识 但是现在也翻脸 也说不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温家宝卸身 我认为意味深长 事无显示着 这个习近平正在显示 他们的同盟军的存在 为这个四中全会 进行热身的准备 那下一步 四中全会 什么时候召开 我相信很快就会揭晓 当然这个小新闻 从这个温家宝的形象 我们也可以看着 头发花白 非常的衰老 面容憔悴 这个和这个 它没有化妆有关系 我们以前 出去公开商量的时候 都要聚取油 这个遮挡遮挡 这个白发 而且可能还要 做一些其他方面 修饰 在穿上西服 打上领带 人就不一样了 懒懒散散的 在家里 突然间有这个 下级来 看望自己 来不及这个手势 可能是 现场的形象 就是恢复了原貌 这也是比较符合 一个古西老人 这个古西之年 一个正常的形象 关键是心态 也就是说呢 能够就是 面对中国现在这种趋势 这个作为温家宝 我相信他很多 可能从他这个本意来讲 有些东西 他也不赞成 但是没有办法 特别说他对这个领导 干部 这个国家主席 副主席 这个终身制 修宪这个问题 我相信 温家宝肯定心里 是不爽 但是不爽 没有办法 因为现在 儿子的腹外问题 就被人抓在手里 人家可以大 可以小 可以抓 可以放 那么既然欠了人情 这里面又有 不能言喻自苦 自己饮中 所以说 这也只好这样 这个人生就这样 有很多世界 都是无奈 这个无奈 而且还要保证 自己的平安 所以说他这种 矛盾的心态 或许通过 他的这个 夕阳 这个生活的照片 这些小照 生活照 充分的展示出来 淋漓尽致 给人们以无穷的 这个下降 这个时候 如果说让文家宝 再搞什么 政治体制改革 要想改变 言论自由的环境 已经是没有力量了 现在的问题 是退守 保住自己不出事 家人不出事 那也就是 这次非常非常满足了 这是有关 文家宝 一个29日在线的消息 另一条消息 就是这个李源潮 李源潮也在线了 当然李源潮这个消息 在线 就时间往前 可以再推一点点 也就是说 未必是和这个 所谓下一步开 这个全会有关系 但是可以显示 这个李源潮目前 还没有被抓捕 我们知道 李源潮是没有到点 就提前推了 这充分显示了 他的先天不足 共群团排一个大佬 而且过去在中组部 当过官员 手下有一批弟兄 那这一点肯定是 也为现在的 一些这个 中共的权势者 新贵们 感到就是一点不爽 这一点就是 从他们的角度来讲 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说呢 就一朝天子 一朝臣 每一个 这个中共最高的级别领导干部 诞生之后 那肯定都要选自己信任的人 像李源潮这样 就看他下一步 这个怎么样了 他这方面的学念比较多 我们知道他的大秘 还有他的同事 同僚 他关系好的人 包括这个家人 这个亲友 很多人遭到调查证诉 有的或许已经判刑了 过去我曾经在这个视频的评论当中 多次讲过 这里就不再去 啰嗦了 我要讲了什么呢 也就是这个报道这个李源潮这个消息 也是比较意味深长 一个是讲他嘛 他不是在家里 他到这个过去曾经下乡战斗过的 就几十年前在知情的年代的农场去思索 那就给别人感觉就是我是高老幻象了 已经是过去式了 也就是说我认输吧 低头认输吧 只要你不争我 我就认为不问政治啊 归于林权的 也就是说晚点能够报个平安就可以了 在这方面也写出了一种 这个在权力场的一种交易啊 非常微妙的一种角力啊 角力肯定是失败啊 因为你就属于这个可以讲 男的这个一小力博大了啊 就是说只要是这个人家 不是拿你这个公共团队的背景说事啊 不是抓你过去在这个认知过程期间的腐败问题啊 也就这个可以这样讲吧 也就是啊 烧香磕头了 所以说报道这个林源潮或许也显示啊 对于共青团队也不是就是说全部斩尽杀血啊 有些表现好的 如果低头认输啊 再不惹事 那么可能也就啊 就网开一面了 所以这个也从没显示了 中共权力场这些啊 诡异的一些诡计啊 那么今天可以看到另一条消息 讲到什么呢 讲到了现在这个外交部啊 这个人是做了就更低了啊 这个消息我认为是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啊 也就是过去啊 宗主部的一个副部长啊 叫齐勇的啊 那么这个人现在呢 担任了啊 这个外交部啊 这个党委书记啊 我们知道外交部啊 这个党委书记这个 这个角色非常重要啊 虽然是外交部部长是 是这个王仪啊 但是啊 中共是党管一切啊 他之所以现在这个时候 要这个调整啊 这个外交部的人士 这个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吗 说明习近平对目前外交部的工作 并不是太满意啊 太放心啊 外交部现在在处理这个中美贸易啊 中欧关系啊 中加关系啊 中美关系 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关系方面 可以这样讲 连连的啊 给人感觉都出错啊 出了很多拙劣的一些问题啊 说不定习近平也非常不满意啊 我们知道 现在这个宗主部这个党委书记啊 那过去是来自于陕西啊 也就是在这个习近啊 这个执政啊 这个早期政治崛起这个地区 这个认知啊 长期在认知啊 那么也是一个六年后比较年轻啊 过去担任过青海的这个领导啊 也担任激励啊 也就是有地方这个实践的经验啊 也是习近平比较信任的团队当中的一员啊 那么也就是说 换这个人 或许下一步出雾的可以贴沙子啊 一点点 把这个外交部的人员都换成了自己满意的人马啊 一边应对这个外交方面 现在错综复杂啊 这个瞬息万别的形势啊 现在外交这方面真是啊 非常非常麻烦啊 特别是美国 中国和美国的关系 中国和加拿大的关系啊 我也看到现在很多有关的 加拿大和中国这个互相之间 角力啊 在这个司法这方面出了很多的问题啊 特别是这个麦加连因言获罪啊 因为一句话没有讲好啊 结果呢 造成了这个小特鲁多啊 小特鲁多是为了迎接 2019年的大选啊 不得不归利斩马苏的啊 原本他和这个麦加连是铁哥们啊 麦加连是老被这个官场的 这个游子了啊 本身来讲过去也是在这个 正探上活跃了很多年啊 基本上没有出错啊 特别是他当这个移民部长 这个期间在接受难民方面啊 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啊 那么这一次麦加连讲错了话啊 特别是把这个屁股占卫了啊 而且干涉了司法 结果造成这个加拿大的反对党谢尔啊 谢尔是反对党的一个领导人啊 终于拿了放大镜准备的 然后抓住了把柄啊 猛烈的攻击啊 小特鲁多也没有办法 只好赶快把他撤换了 撤换以后要选一个好的 能够处理好中国和加拿大关系的这个 这个领导人啊 可以这样讲一个外交官的 这个是很不容易啊 这个所以说看到这些消息 有一次感慨万千啊 我们知道小特鲁多 他的爸爸过去和中国的关系 那是老铁啊 开创了中国和这个加拿大之间 这个永逸的兴起来啊 他本身是爱中国 爱得真是很深啊 在中国生活过啊 还写了一些这个传记啊 这些文学的这个记载 他过去这种和中国的 这些交往的一些故事啊 没想到到了他儿子这个年代里啊 竟发生了这么多诡异的事情啊 这么难办的事情 这件事情对小特鲁多来讲啊 教师出身啊 对他来讲 确实有点处理起来啊 这个这个力不从心啊 所以说特鲁多也很着急啊 搞不好2019年 可能就因为这件事情 最后下台啊 因为我们知道加拿大是一个 多党制轮替这样一个国家啊 这个选民非常重要啊 我记得我在今年八九月份的时候 入记的这个加拿大 刚一入记啊 就收到了这个 我所在这个区的啊 这个一个 也是华裔这个议员啊 国会议员的这个信件 向我表示祝贺啊 还有的这个议员啊 这个是老外啊 登门就拜访送一些宣传品啊 现在就开始就和我拉关系啊 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就是因为我是一位加拿大的公民啊 我手中持有一张选票啊 如果他不好好地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关照我啊 这个拉拢拉拢我的话 我干脆我就不选他 所以说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啊 民主政治的有越性啊 所以说在这方面 这个小特鲁多 在处理这个 中国和加拿大的关系方面啊 现在看来是非常悲难 他不仅夹在这个 中国和美国之间啊 美国的得罪不起啊 中国的得罪不起 而且夹在什么 两种司法制度之间啊 也是很尴尬 因为中国是什么 政法委管司法啊 政法委当官的 一排脑门 一句话就可以改变 一个案件的走向啊 但是在加拿大 这个小特鲁多 讲一句话 加拿大的法官 根本不会大回事啊 我想可能有些法官 都未必完全了解 这些复杂的问题 因为他们本身是职业法官啊 不受党派干扰 司法是独立的 办案的时候 就是自由行政 就看证据啊 看你证据怎么样啊 程序怎么样 他不会考虑政治的因素啊 所以说这个 我过去用了一个词讲 来形容这个情况 就是鸟语相遇啊 空中飞的鸟 水中游的鱼 他们见面啊 万事不渝啊 在这方面 是没有办法处理起来 相当相当的麻烦啊 我们直接这次 孟晚舟这个事件 在温哥华第二次出庭聆讯啊 结果呢 把这个事件又推到 3月6号啊 我看到网络上 有很多的消息啊 有人说他这是缓兵次期啊 有人说是他为了配合美国啊 等等啊 各种消息都有啊 每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啊 围着这个事件 发表的个人的观点 我认为这些消息 都是非常非常值得研究的 但是有一点 我还是比较在意啊 就希望中国和加拿大 还要恢复过去这种友谊啊 千万不要这件事情啊 搞得双方之间 这个关系啊 倒退了这个很多年啊 那么在这方面 今天也看到网络里 另一个消息啊 似乎也是一种偶然因素 但是是不是有政治考量 这都很难说了啊 一般情况下 加拿大司法是独立的啊 但是这个法律无情 人有情啊 只要是人去执法 也是有感情的啊 那么人可能 包括警察在内啊 看的这些报道 会不会影响他 这个在这个执法过程当中的心理 这个很难说 今天看到 这个万维网的消息啊 说加拿大的温哥华 发生 说在拘捕了三个华人啊 但是从这个消息的 描写的这个情节来看 好像这个消息在多伦多发生的啊 这个不好验证 但是无所谓啊 就是1月30号 就是加拿大警方啊 拘捕了三个华裔人 一个叫刘怡 一个叫林光荣啊 还有一个叫陈康奇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种植大麻超量了 也就是说违背了什么呢 大麻这个 这个种植法 我们知道加拿大已经 这个大麻合法化了 但合法化不等于说不监管 它还是有些法律条件啊 也就是在法律允许的框架里 种植大麻 种植在哪里种植 要有这个批准的证书啊 而且种植多少树大麻 这非常严格啊 如果超过这些权限 那么警方就要拘捕啊 那么这次拘捕了三个华人啊 这就麻烦了啊 有没有可能引起这个中方的一些想法 这个都很难说 我们知道前几天在这个澳门啊 也是巧遇啊 也是死猫啊 这个死耗子啊 撞不上猫 就是说这个澳大 澳大利亚啊 不是澳大利亚 就是这个加拿大基地一个人啊 在这个这个 在这个澳门啊 这个一个银行啊 就实施 搞这个诈骗活动被抓到了 其实如果这个没有中 加这个矛盾啊 外交冲突和分拨的话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刑事案件 该办怎么办就办 算了 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情况 因为这个中国这一方面 拘捕了这个三四个加拿大人 特别是谢伦伯尔 这样面临着这种啊 就是这个刑事的 这个极刑的审判啊 所以说造成了非常敏感啊 所以说人们都有可能联想到啊 这个所谓的澳门出世这个人 是否和这个目前联国关系有关 现在看来不是啊 所以很多事情啊 要放平心态去分析啊 以免给宗家之间的关系啊 笼罩上更深的阴影啊 那么今天的多少点评节目就到此结束啊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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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